大家都有一个担忧 就是无痛分辨会不会延长这个产程 现在的最新的理念 就是产程多长是长呢 产程如果是按照书本上的要求的话 那都千篇一律 就是那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 那现在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殊的情况 他每一个人的产程可能都不会像书本上说到的那么早时 所以说这个产程延长的问题 真的现在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定论 按照书本上的说 书本上说是产程延长了 可以诊断成产程延长 但是仍然不是抛工产的指针 如果是用上分娩阵痛以后 也可能这个精神放松了 什么了 那个就是如果是睡了一觉 反而加快了第一产程 第一产程是什么 是从规律公缩到公口开到十公分的时候 是第一产程这个过程 那就是有的时候非常漫长 有一些产妇可能不管是用不用阵痛 他都可能有两三天的时间 而有一些呢 就两三个小时 或者是半个小时 非常的快 就是每个人他是不同的 什么是第二产程呢 第二产程就是从公口开到十公分 都开全了 说是开全了 然后到孩子出生 这是第二产程 第二产程的时间呢 一般就是说是有个书本上的规定 是在五通分别的情况下是四个小时 可以延长到四个小时 咱们一般人都等不到 就觉得四个小时时间太长了 其实只要胎心好 这个产程是没有问题的 你又不疼 你就在那儿愉悦的 这个待产 就不要着急 这个第二产程呢 就是有分辨症痛 说有可能是延长 但是通过我们 现在把这个药物浓动的降低 还有通过这个助产室 对这个产妇一个宣教 这个生孩子的用力的方法 然后还有一些理念 晚上产床 晚用力 这些理念改变以后 而现在都是没有啥问题了 基本上都是还是挺顺利的 产程延长的情况不设 对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 不用工作 对这个是 是